字幕志愿者 杜老师 虎年电动车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角 没有错 这几年电动车的成长非常快速 我们先提到 今天晚上有一个撞头戏 什么撞头戏 特斯拉 公布财报 对 公布去年第四季的财报 而且更重要的是 据说马斯克会现身 他要说明几个事情 第一个他在德州跟德国的设厂的情况 好 再来还有就是 之前的这个Cyber Truck延期要交货了 要到2023年 结果他今天要出来说明 大家想说是不是有可能又要提前了 所以说你看到今天电动车的相关概念股 其实表现算是不错的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磅的产业新闻 就是去年整体美国汽车厂的龙头 换人做了原本的龙头痛用 整整站这个位置90年 从1931年以来 他都是美国汽车卖最多的 结果去年居然输给Toyota 这对Toyota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奇耻大路 因为他原本就是很想要往电动车捐去发展 他砸了70亿美金 结果现在电动车也输 油车也输 甚至最重要的皮卡 我们知道美国销量最大基本上都是皮卡 其实电动车是决赞皮卡 没错 所以真的战场在皮卡 对之前我们节目也介绍过福特的F150 结果以去年的总销用来说福特150果然 在整个汽车以单一系列来说龙头 光他们这一个车子就卖了70几万辆 可是通用的皮卡 就是他的雪佛兰底下的这个Severado的这个系列 居然只排第三 还有人赢他 他整体市场他排第二只输Toyota 结果只看皮卡他居然只排第三 因为在前面还有一个斯特兰提斯底下的RAM的系列 人家也卖赢他 结果他这个雪佛兰这系列只卖了53万台 大概就是F150系列的三分之而已 所以他现在要血池 这系列只卖了53万台 大概就是F150系列的三分之而已 所以他现在要血池 第一个告诉你 我铺升很高的汉马车 终于要正式量产交车了 第一个大新闻 第二个就是他刚刚我说的 他的雪佛兰的这个Severado这个系列 他出一台最新版 而且摆明就是冲着你F150 因为我比过几个数字 从他的续航力到加速性到马力到充电的速度 全部完胜F150 更重要的是入门价格F150 完全一样3.99万美金 这真的就是摆明就来 可是这个汽车的竞争绝对不是只有美国市场 我们看到有三家重量级的日本车系的日厂30 再加上欧洲的雷诺这三家公司 决定成立一家新公司 要砸三兆日元 可是你不要以为他们刚要跨境电动车 你看到以这三家公司的 大家画面上看到这三台车 上面有没有看到一个年份 这指的是他们的第一代的出厂时间 如果我们去对比特斯拉 特斯拉没有错 他们第一台车是2008年就推了 可是他当年的Roster早就停产了 现在特斯拉的主力就是model系列 可是model系列是2012年才有 所以显然的日本人家进入电动车 其实很早很早的 好 刚刚也谈到电动车的大戴机 在今天晚上最最重要的是特斯拉固步财报 以及他怎么谈他的皮卡推出时间 皮卡将是美国大车厂 在竞逐电动车龙头宝座的 非常重要的武器 这是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要请朱老师谈一谈 因为今天LG能源要在韩国股市挂牌 这是创记录 创韩国历史 没错 假如到LG在过去也有一段时间 其实特斯拉也是都是用它的电子 是明天挂牌 明天挂牌 它在以前特斯拉有一段时间也是用它的电子 但是它最早之前 其实用的是松下的电子 Panasonic的电子 可是有一段时间 因为特斯拉跟Panasonic闹翻了 所以它就用LG的电子 可是没有多久我们都知道 现在特斯拉的车子 绝大部分都是用宁德时代的电子 结果LG卡在中间 因为你要比性能 你比不上Panasonic 比价格你当然没有宁德时代便宜 所以现在LG它又要自力自强 一方面它藉由IPO 因为它原本是从LG化学独立出来IPO之后 它预计可以募到107亿美金的资金 它要去壮大它的市场 因为真的是不能输 输了面子很难看 所以你看它现在的整个系列电子 它可以看到画面右下角的部分 它其实各种类型的电子 它其实都能生产 这点跟Panasonic别起来 其实是有很大差别了 显然这就要告诉你 电子绝对还是未来市场上 大家所关注的重心 好 非常非常之地 而LG能源将会是南韩股市最大的IPO 好 我们来看一下电动车 电动车既然是 刚刚桃文老师特别点名 在虎年 他认为值得投资的标的 电动车在虎年有没有机会 其实去年大家也觉得很奇怪 电动车这个产业明明应该是很旺的一个产业 可是股价一直上不来 但实际上我们在农历年前 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特别帮各位挑出来这几档标的 都是被投资盯上的 我们再强调一次 投资在农历年前特别盯上的 我相信他认为这个走势 开红盘之后应该会有所表现 应该会延续 所以散热的部分像双红 而且它的线图是很漂亮的 它不但在均线之上 它跟大盘比较起来 其实有很大的落差 而且当然说到大盘也想压回 但是一根长红棒 这就在表态 我觉得这个表态的非常的明显 而且基本上获利的状况 也是非常好 那返甲的部分 连接器的部分压回 其实你看还守稳在 这个纪线之上 然后复彩的部分 其实我们刚才有特别谈到 我就不再多说 但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 它跟电动车有什么关系 我跟各位讲 不多说又说这么多 就在电动车当中 你不管是里面的照明 车灯 都要用到LED 其实都要用到LED 好 再来就是康普电池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也是关键 最近这个投信也进来 还有茂连 刚才我们有特别提到 然后再来这个是系统电 跟车电系统相关的 其实在这里面 我还是觉得大家 可以特别关注一下 富彩跟茂连 这个我们刚才有细讲 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刚才讲的内容 好 所以富彩茂连 是陈彦看好的标的 刚才谈到了电动车 我们相信唐文老师还点到了 宅经济 网通和元宇宙 宅经济 网通 元宇宙 其实是包裹在一起的 这个族群到底在虎年 能不能风生水起 会不会只是炒作 会不会只是泡泡 泡泡会破吗 问一下师姐 我们知道这个脸书 改名Meta之后 就很积极地来进军 这个元宇宙 那他现在正在打造 这个AI超级电脑 整个运算的速率 提升了20倍 就是为了要加速实现 这个元宇宙的愿景 那不要小看这个超级电脑 我们知道美国能源部 也有一个超级电脑 叫做巅峰 那它有两个网球场那么大 赤字2亿美元 那每秒最高可以运算 20亿亿次 那你可以想象 就地球上每个人 每秒钟运算一次 运算305天 那个巅峰 只要一秒钟就可以完成了 那这个巅峰可以做什么呢 它从这个内子宫到外太空 全部都可以做 比如说分析地震的数据 甚至是运算这个超新星的核变 其实这些它都可以做 那我们知道元宇宙的健身房 也已经开张了 我们知道前两年很红的 这个Peloton就是线上飞轮 号称可以跟全世界的人 一起踩飞轮 但是现在有这个元宇宙健身房之后 你不用买这个飞轮 也不用买脚踏车了 你只要戴上这个头盔 你就可以跟全世界的人 身力其境 一起来运动 然后这个祖特博 甚至还秀出 他跟这个奥运金牌得主 这个隔空比武的画面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到底最后是谁赢了 那我们知道包括这个Google 它也在这个秘密的研发 这个AR眼镜 叫做Project Iris 那透过外部的镜头来搭配这个萤幕 而且内建电池 预计2024年就能够推出 那他也非常重视这个计划 这个团队总共有300个人 他就在一个独立的大楼里面 秘密的进行研发 甚至还有门禁卡 所以他非常的保护这个计划 所以保密到几点 地球部落 他们独立运作 而且有门禁卡 而且我看到媒体还报导说 进入这个团队的工作者 他们还要签保密协定 对 就是 你什么都不能讲 你在里面到底研发了什么 外界不能知道 对 就是要让这个计划 能够秘密的来实现 那我们知道 现在有一个新的战友 来加入这个元宇宙的战局 是什么 就是这个康宁玻璃 那为什么 对 为什么玻璃这么重要呢 因为你在这个头戴式装置的 这个稳定上面 这个康宁就说 你这个镜片必须要 非常的精确 非常的平坦 你才能够让这个视野 非常的宽大 然后非常的清晰 而且这个写实 也更能够生动 所以这个康宁玻璃的后续 我们也可以再来观察 那现在吃的喝的 其实也都进军元宇宙 大家都说它是元宇宙 会不会真的太腐烂了 什么严肃记也是元宇宙 蒸奶也是元宇宙 对 我们知道这个大院子 最近推出了这个 元宇宙冰果市 那它只有限量9支 在网路上面开卖 马上就秒杀了 那甚至有一个人 还用这个得标价的90倍 把它买进来 那全球限量唯一的 大院子元宇宙冰果市的特别版 它还甚至卖到10倍的价格 大概是6万8千块台币 那加码送什么呢 送一年份的柳丁汁 让你一年365天 都能够喝到这个柳丁汁 那这个柳丁汁是真的可以喝得到的 对 柳丁汁是可以喝得到的 那你在元宇宙的世界买的 对 那个冰果市的水果和果汁 是不能喝的 但是你现在现实世界 忽然真的柳丁汁来喝 对 但是因为它是限量的 所以它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 像我们之前提到的 这个湿原盐酥鸡 它也发行这个MFT的商品 包括这个杏鲍菇 盐酥鸡 炸鸡皮 炸鱿鱼 听到了就很想吃 那它起价其实都是大概 相当于一美元的价位 但是它的黑色咸酥鸡 卖到了350美元 相当于 然后这个得手的人 他一转卖 现在已经开到 19.8万美元的价格 19.8万 对 相当于将近600万台币 其实可以买很多咸酥鸡 对 都可以买一家猪鸡店 那刚才就自己开盐酥鸡摊好了 所以换句话也就是说 其实有一点炒作到太福了 或者这个泡泡吹得太大了 所以元宇宙到底里头 有多少灌水和泡泡的成分 是我们担心的 现在确实在市场上 因为大家仍然都是元宇宙 所以出现很多怪现象 对 我们来看 这个中国有四大怪现象 第一个就是中国什么 都可以元宇宙 最近一年就有超过 一万多个元宇宙的商标申请 那例如像 其实像腾讯 百度这些大厂 他们也积极地抢劲 像腾讯也申请 将近一百个元宇宙的商标 包括这个王者元宇宙 天美元宇宙 听起来都非常的厉害 那这个也触动了 这个北京敏感的神经 因为北京也发现说 这个产业怎么这么热 那会不会太腐烂 会不会造成一些这个 到时候对投资人的损害 所以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怪现象 就是其实大多还是想象 那技术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我们看到百度第一次亮相的 这个元宇宙的科技大会 它有一个西壤APP平台 看起来很像是这个宝可梦世界 但其实它只是专注于在这个分享 并没有很多的新的技术 那这个百度就有说 如果要到达像一级玩家这样的程度 其实必须还要再等六年的时间 就第一级玩家吗 对 如果你要达到一级玩家 如果要像第一级玩家那样的情况 还要至少再过六年 对 所以其实现在都还是在 很前段的发展阶段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炒作概念股 股价 股价标断了 对 比如说中国最早推出 元宇宙游戏的中青宝 它去年九月以来 这个市值就上涨了五倍 非常的惊人 然后最近它又回跌了四成 它市值最高的时候 一度来到超过一百亿元的人民币 所以也非常的惊人 我们来看元宇宙概念股 好 娟姐我在想我的预兆 是不是可以来发NFT 好 我知道你听不下去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元宇宙概念股当中 像其实世新它就是S一个晶片 其实在这个部分 其实是有潜力的 那我也整理的也是一样 投信在这个议题下 在农业年前 先布局的 这个我们就很好奇 大家不要觉得说 元宇宙的股票好像都没有实体的绩效 但是我挑的这些 其实获利都是不错的 它并不是一些虚晃的 像威风电子在一开始的时候 跟着这个宏达电就松上来 其实它获利是不错的 投信也有在布局 它是做Type-C的 它到未来可能就跟头盔整个去结合 还有预创记忆体的部分 还有像齐邦 这个是跟封测有关的 然后建策是散热系统 然后液光也是LED 那在这里面 其实如果今年像桃文老师讲的 波动比较大的话 我觉得低本益比 目前来看应该是齐邦 在这个议题之下会比较有机会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也特别来带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因为有这些股票 这一段时间都受制于月季线的反压 可是我们发现说 它的技术指标已经开始有一些转变 比如说像 这个是开红盘有可能会出现 突围的伏调 我觉得会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像大力光跟郁金光 其实不论是电动车也好 或是元宇宙也好 它这个议题是有机会的 是有搭上线的 那红海 你说他也要做元宇宙啊 对啊 我一直讲 我们的流氧位怎么可能硬不起来 但是这段时间好像稍微弱一点 那未来应该也有机会 那包括受惠这个油价的台化 还有企迹这个是跟网通有关的 以及车王店 我觉得这种低档文要杂 也许有机会有没有